看一下這考試還會再考囉 平常考沒有關係啦 段考就要注意一下 段考比重比較高一點 來還有哪一題需要講嗎 多選題的什麼東西 一跟二 兩題都要講 兩題 比如說是 是要講全部嗎 還是只是 我看好來來來 第一題 我覺得第一題應該可以 第一題他問什麼 他說有一個函數f 叫做3的x字方 來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 應該就可以回答他的問題 我們一起來畫圖 我想要來問一下 那個 彭余彥的女朋友 誰 來你告訴我這個圖形長什麼樣子 沒錯 右上升 也走為進進線 對不對 右上升 來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他通過一個定點 這個定點是誰呢 0度.1 對不對 沒有錯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下面的選項 來請看喔 第一個選項 他說 這個圖形一定通過0度.1 對不對 對 第一個選項要選 第二個選項 這個圖形 會不會碰到 x軸 不會 x軸是他的什麼線 近近線 三個有講過嘛 他會逐漸靠近x軸 在這個地方 他會越來越靠近 但是他碰不到 對不對 所以他不會碰到x軸 第二個選項 劃掉 第三個選項他說 這個圖形跟直線 y等於2010 會交於一點 請問一個問題 y等於2010 是一條什麼線 y等於2010 對 2010 然後你一定想說 老師2010很大 所以這個水平線 應該在一個 很高的地方 對不對 你說有多高呢 沒必是這麼高 來 這個叫y等於2010 請問你喔 一個很高的水平線 跟這個圖形 會不會碰到 一定會碰到 而且會交於幾點 1點 你說老師為什麼會碰到 因為這個圖形會怎麼樣 會一直上去 這個圖形會一直上去的 對吧 遲早有一天碰到你 對不對 早晚有一天 會嘟到你 對吧 對啊 因為這圖形會一直又上升啊 所以你遲早有一天會碰到他的 OK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選項 應該是我看一下 對 第三個選項要選 這樣可以喔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然後再來喔 他說這個圖形 跟S等於2010 相交於一點 請問同學 S等於2010 是一條什麼線 牽直線 而且是在很右邊的牽直線 對不對 來 問小姐不要打他線 來 這個聲音這麼大聲 來 請問你 會不會交於點 會不會交點 會不會有交點 有些人說 老師這個好像不會 因為他這樣上去對不對 你這條線這樣 A 可能在很上面很上面 那到底是會還是不會 會啊 會啊 為什麼 因為你看嘛 你只要X帶2010 來你看喔 f of 2010是誰 f of 2010是3的幾次方 3的2010次方 所以他們會不會碰到 會在哪裡會碰到 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 3的2010次方 是個超級天文數字 但是我就是碰得到 你聽懂那意思嗎 對不對 對啊 我X帶2010的時候 3的2010次方 對不對 是不是就是那個交點的Y坐標 所以你這裡2010你說 歐羅斯這感覺是在 好像不知道會不會碰到 其實是會的 他會碰到 好不好 這沒有問題 這個選項要選 第四個選項是對的 然後第五個選項 他講什麼 如果alpha小於beta 那麼f of alpha 一定小於f of beta 你看圖嘛 這個是alpha 這個是beta 因為他是嚴格地增函數 你這樣不就看出來了嗎 對不對 這個上去 這個點的Y坐標是誰 f of beta 這個點的Y坐標是 f of alpha 你圖形是右上升 對不對 beta大於alpha 那你f of beta 一定大於f of alpha 這廢話 判讀對不到 可以去可以去 沒有問題 所以第五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你們到底哪個選項不太早 你說 五個選項我都講完了 對吧 我猜你們應該是這個 s等於2010 是他嗎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你們會有一個 誤區 就是想說 這條線很右邊 他上去感覺碰不到 其實我跟你講會碰到 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會碰到 好啊 s等2010進去 沒有錯 你可以求到對應的Y坐標 確實是可以 這一題講完了 還有 什麼地方 有問題 多選第2題 是 也是每個選項要講嗎 還是怎麼樣 第2題 他說 a大於0 a怎麼樣 a不等於1 然後考慮下面這個函數 叫做 f 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 a的s次方 然後請問 下列選項何則正確 來我先問你 a大於0 a不等於1 這個 題目所給的這個函數 他的圖形有幾種 兩種 因為你要考慮 比數比1大 來畫圖 比數 底數如果比1大 他圖形是怎麼樣 又上升 這是a大於1的情況 另外一種是怎麼樣 底數如果在0跟1之間 他的圖形會怎麼樣啊 他圖形會又下降 對不對 這是底數在 0跟1之間的情況 對吧 所以你要考慮到這兩種情況 哪一個選項要講 還是每個選項都要講 每個都講一下 你是認真的嗎 第四個選項 好來來來 第四個選項他說 如果當s1 小於s2的時候 你能不能保證 底下這件事情會成立 我看一下他說 f 一定會小於 f 我看s2 第四個選項 請問考試選還是不選 選還是不選 當然是不能選啊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你看這個圖 你看這個圖 如果你的s1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s2大於s1 來 s2在這邊 來你對上去 來對過來 這個高度是誰 這個高度就是f s1 對不對 這裡來對上去 對過來 這個高度是f s2 你的圖形如果是右下降 你的s越大 你的值反而越小 所以第四個選項 不能選啊 對不對 第四個選項不能選 如果你考慮這個圖形 這個選項當然是錯的 不對 這個選項不能選 他不能用上面的 用上面的圖 對啊 但是這個題目要考慮兩種圖形 這個情況也要對 這個情況也要對 你才能選 他一定要兩個都會選 對 因為他題目給的條件 只有a大於0 a不等於1 所以 可能a比1大 或者a大於0跟1之間 你在考慮問題的時候 兩個圖形都要考慮到 對嗎 OKOK 這樣有了解喔 第五個選項喔 好先講第五個 第五個選項他在講什麼 他說 f 乘上 f 會不會等於 f s 加上 s 來 我們看看喔 請問你什麼叫f 就是a的什麼 s1次方 對不對 f 那什麼叫f 就是a的什麼東西 s2次方 那這兩個相乘 根據指數率 他會變成a的什麼 s1 加s2次方 不就是他 這個選項要選 就這個選項是對的啊 如果寫那個 寫定證明記本的時候 我可以 那個多選沒有選到的 那個選項寫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啦 你就看你怎麼寫 好不好 哪一個 第3個選項嗎 來第3個選項 他那邊有個2 那個2我先把它除過來 所以他是2分是什麼東西 f s1 加上 f s2 他說 一定要大於 f 2分之 s1 加s2 問你對不對 A 我看看喔 用哪一個圖來講 下面這個圖我畫了 那我用上面這個圖來講好了 來你看我這邊 s1 s2是兩個不同的數字 來這個是s1 然後這一個是s2好了 你把這個 畫出來 來 來這裡對過來 這個叫做誰 這個叫做fs2 然後這個對過來 這個叫做誰 fs1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喔 然後同學你注意一下喔 什麼叫fs1加fs2除以2 這兩個相加除以2 所以你要抓他的什麼點 終點 他的終點來我們目測一下 目測一下 終點應該是在 這個地方 所以終點是在這裡 來這個叫做 這個交換是 1 f s1 加 f s2 我們這個數1我們就目測了就好 來把這個點抓出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再問你喔 什麼叫2分之s1加s2 s1加s2除以2 就是找這個線段的什麼點 終點 這個線段的終點我們也要目測的 目測的大概是在這裡對不對 來 這個叫2分之 s1 加s2 沒有問題對不對 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帶入這個函數 來帶入這個函數 你把它對上去 然後把它對過來 你會發現 來這個點的Y座標 這個傢伙是誰 這個傢伙 啊這裡有點急啊 這裡就是f f s1 加s2 除以2 然後他說 這個傢伙一定比這個傢伙大 沒有錯 你圖畫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橘色的點在紅色的點的上面 透過觀察就可以 我覺得數V這樣做其實就OK了 這樣可以嗎 你就畫圖 你說老師那下面這個圖也要考慮 對你下面這個圖再畫一次 你會發現結錄是一樣的 兩個圖都要畫 因為你要考慮兩種情況 聽懂嗎 這一題比較難啊 這一題連數V都有 這一題這個其實難度有一點高 你知道嗎 對某些同學來說 就有點複雜 你考慮一下 答案有沒有這個選項 有嗎 有這個選項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仔細看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數A、數B是同一題 我看一下比例 好像比例是一樣的 這個選項是對的喔 這選項是對的喔 這選項是對的 沒有錯 另外一個圖你就自己畫 好不好 選擇題好像問題 是不是差不多了 來那個 填充題呢 填充第一題嗎 來喔 我寫這邊 佑德哥幫我拍這裡 我們一題一題來喔 平衷第一題嗎 平衷第一題嗎 來平衷第一題 截指數方程式 3的什麼東西 4x 減1 這個次方 等於 243 分之一 看這裡喔 這個應該不難 看 左邊這裡是3的 4x-1 次方 右邊 來 上面是1 來 那我問郁文好了 243是3的幾次方 對 算一下 需要你給我答案 243 是3的幾次方呢 還有 等你喔 對 這個 我寫太多了 你現在算啊 243 是3的幾次方 慢慢來喔 反正我數A數P全部都要講 就這樣 幾次方 5次方 來同學那我問你 3的5次方分之1 這個交夥就是3的幾次方 負5次方 對不對 我們這個都定義清楚 所以左邊跟右邊要一樣 同學當然4x-1 要等於多少 要等於負5啊 對吧 所以4x要等於多少 把負1 把負1 兩邊同時加1嘛 所以這邊要變多少 負4啊 4x等於負4 那請問你 x等於多少 負1啊 哎呀 這一題沒有得分 實在太可惜了 這題如果沒有得分 真的是有點傷 這題目不難 是吧 欸 第一題喔 來 那個書V的還有哪一題 覺得是需要講的 不一定要照順序啦 隨便你覺得哪一題